好了這個台中廟歷和中法 部分的地區來停水 專家也來提出停水前後的建議 給鄉親來做參考 專家說這個新起來的水 會記得就要蓋蓋 新起來放的水 不可以超過三天 比較不會生洗滾 另外這個新水的水塘 每禮拜就要洗一次 這樣比較不會來生這個病 問問 停水的期間 鄉親如果是用雙雙水 還是地下水 就要注意 衛生和淡金 秀有這麼問題 在咬的時候可以來購買到冠州的水 如果停水水來之後 就要注意這個水裡面 可能有這個淡茶麵 建議開這個水道頭 放水流一分鐘到兩分鐘之後 才來使用這個水道水